华文学生常常因为中文的影响 而犯一些错误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一种错误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些句子 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 请同学仔细看一遍 然后想清楚 希望我们在讲完这个单元之后呢 你就知道答案了 我们来看这个句子 他刚结婚 英文是 He just got married 他结婚好久了 英文是 He has been married for a long time 我们看中文结婚 结婚是一样的 但是英文里面 Got married Being married 两个是不一样的形态 所以我们在讲中文的时候 因为它是一样 所以你在写英文的时候 或讲英文的时候 你很自然的就用同样的形式 就犯了一个错误 其实在英文里面 它有个很清楚的区别 用动作动词跟状态动词 表示不同的事物 比如说 他结婚这个动作 去教堂 行仪式 这个动作 他是用一个动作动词 来表达 这个结婚动作做完之后 就是一个已婚状态 那就是用状态动词来表达 比如我们看这个例子 He's got married for three years What? Do you mean he actually got married every single day during the last three years? A说 他每天结婚 已经结了三年了 Got married 是做这个动作 连续做了三年 B说 什么? He actually got married 就是每天做这个动作的意思 所以你如果是用这样子的形式的话 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误解 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 就是一旦 结婚动作 发生之后呢 就改变了这个人的状态 比如说我们看 之前他是单身的 但是呢 一旦他去教堂 行了结婚的仪式 或行了公正的仪式之后呢 这个动作 Marry 或是get married 做过之后 他就是一个已婚的状态 那之后 他都是已婚 之前 他都是单身 我们再看这个例子 He's gone out for an hour What? Do you mean he actually 一直在做这个动作 出门这个动作 在这一个小时之内 一直重复 重复在做这样子的动作 那我们来仔细看一下 一旦出了门这个动作 做了之后呢 就改变了一个状态 之前的状态 他是在家里面 在这里 一旦他起身 离开了 这个动作完成之后呢 He's gone 他就不在这里了 所以之前 我们用状态 之后 也是状态 只有这个动作 发生的时候 比如说一个小时之前 他起身离开 这个动作 叫做动作动词 He knew her at the party last week What? Do you mean he doesn't know her now? 我们讲说 他用这个new 我们中文说认得 就用no这个字 结果他用了过去式 然后B就说 Do you mean he doesn't know her now? 这个no是一个状态 他现在就不认得她了吗? 因为这个动作做过了吗? I'm sorry He met her at the party 其实是指的是什么? 是在party里面 认得她 他应该是用什么? 用动作动词 而不应该用 状态动词 我们来看一下 动作 状态 He doesn't know her I don't know her 在这个宴会里面 有一个人介绍 我们认得了 介绍之后 之后呢 就是一个状态 I know her I just knew there was an earthquake yesterday 我昨天才知道 有一个大地震 What? You knew? You mean you don't know about this now? 一样的情况 你说我昨天知道用的是什么 他用的是 动作动词 那就表示他怎么样 现在不知道了 因为他这个动作 已经发生过了 I'm sorry I just learned that there was an earthquake yesterday I just learned Learned是动作动词 No呢 是状态动词 好 我们再看一下 他说他之前不知道有地震 然后呢 一旦读了报纸之后 发现有地震发生了 所以就要用动作动词 之后呢 就要用状态的动词 之前不知道 就用状态 读到了新闻 知道了这件事情 这个时候呢 用的是动作动词 那之后呢 它就是一个已知了状态 我们再来看 我们再来看还有其他的动词 be alive 之前它是活的 然后呢 发生意外 过世了 那之后的状态呢 就是死亡了 所以我们在描述这些情况的时候 千万不要混用动作动词跟状态动词 be asleep 有人在睡觉 然后呢 眼睛张开来 醒过来了 接下来就是一个 醒的一个状态 你说他醒了多久了 记得 这个时候用状态动词 不能用动作动词 the light be off 就是说原来这个灯 是灌的 我走过去 把灯打开来了 这个动作做完之后 灯的状态 现在就怎么样 是开着的 我们已经失联好多年了 没有联络了 诶 我突然想到了 打了个电话给他 就是用contact 我跟他联络上了 那现在我们的状态是 we are in contact 我们开始有联络了 所以die 是一个动作动词 wake up 是一个动作动词 turn on the light 是一个动作动词 contact 也是一个动作动词 千万要跟状态动词做区别 好 最后我要给同学提醒一下 在英文里面 像这样的动词 有好几百个 所以在使用的时候 千万要想清楚 尤其是碰到完成事 表示一段期间的时候 千万要用状态动词 不要用动作动词 不然就会发生说 他已经死亡了两年了 他重复这个死的动作 一直重复重复做了两年 这样子的笑话 为了让同学能够更清楚了解 这个要点 我还提供了一些练习题目 希望同学好好把握 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我的网站 这是我的网址 然后有提供免费批改 那有一些英文课程 还有一些学测的资料 学测里面包括哪些呢 包括英文阅读 测验 中半音 英文作文 还有考题练习讲解 这些资料也在军医平台提供 我的讲解到这里结束